现在人是越来越长命 人口老化是差不多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但是虽然老人是多了 老人当中实际上和以往同等年龄的老人家比较 今天老人家可能是精力就很充沛 所以六十多到七十多岁都和以往老太隆中那种老法就不同了 所以现在有所谓叫做Young Old 叫做少老这个说法 六十多到七十多岁还是少老而已 然后七十多到八十多岁可能属于中老 然后八九十岁九十多岁才为老老 就是Old Old 那今天跟大家讲几个有个老字头的字 古人呢 原来对于高龄的人 他在不同的阶段都一样有不同的字来代表的 这个老字头是个人 是个旗字 这个我们最熟了 今天还是很常用的 旗呢 就是古人的说法呢 就过了六十岁就叫做旗 旗 接着有两个字 这个是暮跌 少用一点 暮跌呢 古人呢 就是形容七八十岁的人 再老一点呢 过了九十岁的呢 还有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九字 那先是旗 然后到暮跌 然后到九 大概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少老 中老 老老 但是呢 今天呢 就 有几个字呢 这边这几个字呢 我们都比较少用了 旗用得多啊 通常是一些长者的一个专称 就是说 旗英 就是他上了年纪的人 就是啦 旗康 如果有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社团 用这个做名的话呢 通常就指 是给老人家 在这儿活动的一个地方了 旗 就用得比较多的 暮跌这两个字呢 通常是会连在一起用 暮跌之年 就指 七八十岁的人 至于这个九字呢 现在应该就很少用了 但是无论怎样呢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用这个旗字呢 来形容老人家的